上一讲我们讲到 李世民被敌人的骑兵是紧紧的追赶 李世民和那个贾氏啊 一路狂奔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无法摆脱敌人的追兵 最后李世民决定正面对敌 然后转过身来 弯弓大剑一箭射过去 把敌人领头的一个将领 一箭就给射死 结果敌人一看 我这家伙射下这么准啊 哎 一下子脚步就停下来了 这样子李世民这才拨转码头 和那个骑士一块 这才逃回了本方的这个阵营 要说李世民这个人呢 一生啊在战场上遇险无数 这就算是其中比较惊险的一次 全靠他精湛的射术 这才得以这个信念 此时唐军的永安王李孝基 正在下线围攻这个吕虫帽部 这种攻坚战啊 说白了 有两种打法 一种是急攻 一种是缓攻 急攻 那就是趁着敌人呢 准备还不充分的时候 然后呢 猛攻 当然没有什么工程器械 那就靠人力夯吧 对吧 伤亡会比较大 但是呢 会把握战机 还有一种是缓攻 缓攻呢 就是做好各种工程器械 然后咱们再攻 这种呢 比较有把握 伤亡也会比较小 但是缺点就在于 可能会一物战机 而这阵呢 这个大将 独孤怀恩 就给李孝基建议说 说什么呢 说是咱们应该啊 这个 先把工程器械做好了 然后再攻 李孝基就听他的了 然后就在这耗费时日 做这些工程器械 什么 什么撞车了 抛石机了 就做这些玩意儿 但是我跟你说 这阵最宝贵的就是时间 吕崇茂 知道自己势单力薄 所以他早就已经开始啊 跟刘武州宋金刚 已经是达成了同盟了 派使者向宋金刚去求援 你要知道 宋金刚这阵接连战胜 心气很高 他的如意算盘是 乘胜 乘胜把唐军全部 从河东地区给赶走 所以下线是一定要救的 因此 咱们这个宋金刚啊 就决定要快马加鞭 去援救这个下线 他派出了自己最得力的两员干将 谁呢 御迟静德和寻相 结果 御迟静德和寻相是日夜兼程 赶到下线的时候 这个唐军还在那做攻城气线呢 结果好了 人家冲过来 一顿猛打 唐军大败 败得很惨 几乎是全军覆没 而且呢 重要将领 你比如说呀 这个李孝基呀 独孤怀恩啊 唐俭呢 刘世让啊 这些人都被服了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败 可以说是唐军 在今天山西地区 既丢失太原之后 又一场重大的这个挫败 唐军接二连三的这个损兵折将 所以说对于唐高祖李渊来说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交集 可是现在河东地区 这么紧张 该怎么办呢 李渊决定啊 欲驾亲征 他要亲自前往黄河岸边 去视察军情 结果这一去 差点给他自己 招来了一个灭顶之贼 怎么呢 有人正憋着劲儿准备害他呢 要害他的是谁啊 不是别人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大将 独孤怀恩 这是怎么回事呢 独孤怀恩啊 其实啊 你要论这个血统 跟李渊呢 还有点渊源关系来 怎么回事呢 独孤怀恩是李渊的这个母亲的弟弟的儿子 换句话说和李渊是表亲关系 这个独孤家族啊 很有意思 啊 这个怎么更有意思法呢 独孤家族在西魏北州乃至隋唐的历史上 是个很奇特的家族 他们的这个家长 原来就是这个西魏北州时期的八大驻国将军之一 这个独孤信 这个独孤信呢 很有意思 他有一个专长 就是嫁女儿 他家跟这个八大驻国其他家族 以及那些十二大将军家族通婚 结果在他这个家族里边 出了三代的这个皇后 或者说是追赠的这个皇后 所以独孤信在外啊 有一个外号 到现在网上您去查一下 这个外号叫得非常响亮 叫什么呢 叫做天下第一老丈人 那绝对是天下第一老丈人 可是这件事啊 反倒给独孤怀恩的内心 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他想谋害李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证明一件事 我们独孤家有爷们 您能想到吗 他就这么个理由 我要证明独孤家有爷们 怎么回事呢 原因就在于 独孤家的女子 实在是太过显赫 所以给独孤家的男性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自打独孤信在政治斗争当中失败 然后自尽以后 独孤家的男性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独孤信的那个荣光的那种程度 而且这个李渊啊 也有意思 李渊这个人呢 哪壶不开始提哪壶 独孤怀恩本来就对家里头这个男性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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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不够显赫 本来就耿耿于怀 咱们这个唐高祖李渊就偏偏拿这事 拿着开涮 他有一次 在一次国宴之上喝醉了 喝醉了之后跟人家 对了 再加上后来独孤怀恩攻打蒲州城的时候 屡攻不克 损兵折将 所以啊 唐高祖曾经责骂这个独孤怀恩 因此独孤怀恩呢 是怀恨在心 他就诞生了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呢 他要害这个唐高祖李渊 怎么个害法呢 他当时是这么计划 当时 秦王李世民不是率领军队住在百壁 与宋金刚的主义进行对峙吗 因此 这个独孤怀恩想法是这样 暗地里联合 刘武中和山贼 然后 占领永风仓 断百壁的梁道 与宋金刚来一个里外夹击 然后 击败 秦王 李世民 他呀 在谋划的时候 还狠刀刀的 对着自己的手下 他被俘了 怎么回事呢 那就是因为 他这个计划呀 还没来得及施展的时候 他就奉命 与李孝基等人 一块去攻打下陷去 结果身处唐军军营当中 他那个计划呀 不得施展 然后呢 就被俘了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